明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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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同心 大家午安 我们打殿的话是 老家苏嘞嘞嘞嘞嘞嘞嘞 这是泰兒祖的 老家苏嘞嘞嘞 阿咪嗒 非常高兴 而且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大家一起看看到底在我们本土台湾人 跟在台湾居住台湾的不只是台湾人 还有流亡政府的难民所谓的中国人 那我们认知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们到底把我们本土台湾人的方向 跟我们自己的能见度 还有我们对台湾整体性的认识度 然后能不能实际把它拓展出去 然后透过我们本土台湾人 真正看见台湾的情景 在这种流亡政权的掌握之下 教育之下怎么脱颖而出 所以无论是我们所谓的本土台湾人 或者是已经八千年 一万多年前住在台湾的高沙同胞 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处境 那我们今天下午是想用以公益 本土台湾人来看见这样的情况 然后突破自己的困境 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现在的 在国际地位上 要怎么去回复国际地位上的真正的历史 那在还没有看见这种处境之下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台湾民政府的所在地 训练我们自己的教育 不同教育之下 看见到底怎么去突破流亡政权 过去67年的教育跟殖民掌控之下呢 怎么去看见而且怎么去改变 这个都是有赖于大家 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 来做一个信仰时代的使命 也曾经听过我们秘书长所讲的 我们在创造台湾的历史 即使我们也在创造自己活在世上的一个 很特殊的历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去创造 实在是也要透过我们民政府TCG 这样的教育 这样的训练 能够看见事实的真相 那实际上从公益来说 这个公益是有的是用观念的 有的是用实际上看见 所谓的公益是因为活在不公不义的环境之下 来找出真正的公益 这也是人的必要的一个元素的生活之一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 有的人说我们高沙祖在台湾 无论是八千年一万多年前 虽然是传说 那也没有真正历史的记录 那或者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台湾有四百年的历史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再挣扎 到底台湾的历史是只有四百年吗 还是也包括高沙祖 曾经也在这边聚先到来到台湾的 这样的历史跟实况 那无论是八千年或是四百年的历史来看 我们可以看见正义的比较下呢 多多少少都会影响人对公益跟不公益的意义上 到底认知了多少 也是台湾对我们一般生活在这种被掌控 而且外来政权的压制之下呢 仍然继续追求什么是正当性 什么是真正的公益 其实简单来说 公益实在是活在生活上非常频繁 而且是生活上能够流畅的 而不是受压制的之下呢 那所说的这种公益 这也是我们一般联合国所讲的人权的意义 那我们活在这个台湾到底有多少的人权 那我们也从这个地方来思考 那我来到我去年五月左右 就进到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第六届的时间 那给我更特殊的吸引是在 The people on Taiwan 在居住在台湾的所有的台湾人 那不论是多种族群 那有的说原住民 新住民 先住民 早住民 所以那一段时间高沙主我们原住民也为了这个正民运动 一直向流亡政权在那边抗议 还有1988年的还我土地 在那边抗议 那抗议到什么程度 一看这个流亡政权很厉害呢 镇暴警察前面一排是什么 都是高沙主原住民的镇暴警察 竟然我们自己原住民的同胞跟镇暴警察的高沙警察那边相撞 结果有的人说 哦 那个是我的牧师呢 不能做 我要到后面了 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声音 那无论是土地方面的 那最反对的 说怎么可以抗议中华民国我们自己的政府 怎么可以抗议说要皇后土地 这个土地本来就是政府的 那这些的教育之下我们真的不清楚 但是在1988年我们未来这个皇后土地 无论是多少人在那边误认甚至启示 描示我们 我们仍然还是突破这样的观念 因为都在这个生活压制之下呢 到底公益有多少 那有多人说啊 没有关系了 你们去抗议算不了只有吃便当啊 回来呢 也是同样啊 没有行李的 自己的土地 到底给我们高沙族的土地到什么程度 共用啊 还是一样啊 那最反对的人 那等到那个三年前 流亡政权说啊原住民可以去登记 你们还我土地了 啊现在政府已经还给你们了 那最先反对的人 而且最反对的同胞 高沙族原住民 他们最先去登记 真的是 讲你们的话就真要修 真的是要修 反对的人最先去登记 但是这些的情况不打紧 但是我们回到公益跟公正正确 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那我刚刚所讲的 我来到这个地方受训练 也是因为有几句 让我吸引的更特殊 就好像是这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f Taiwan 到底不一样是什么 昨天秘书长已经 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时候说 啊流亡政权有什么不对 那他们自己那时时代 时代不可抗拒啊 那假如换你们 也是同样也会压制人啊 所以这些的话 也说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圈里面 不过因为来到台湾民政府 来这边受训练 才知道意义在哪里 那生活圈怎么去帮助自己 台湾的存在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的角落 那意义在哪里 我们可以尽多少的本分 这个是我们自己来看看 在我个人自己 特别是本土台湾人 还有这几句话是 给我更大的吸引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 那终止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那这样的工作跟态度和责任 只有来到我们台湾民政府 才看得一清二楚 不然的话在外围 在中华民国的教育跟压制 框框之下脱离不了 那就像秘书长所讲 怕不到房间啦 其实在我们原住民说 不是只有房间了 是走错路线了 走错山区了 不然的话就迷失 掉在山埃峭壁 那原住民也是因为 在山上非常熟悉的环境 台湾高沙族到都市 很容易迷失或是迷路 迷路啊 不过北斗人还是汉人到山顶 也是有迷路啊 也是迷路啊 不是只有迷路 有时候掉到闲来峭壁 结果消防队员的公公公公公自身机来了 谁真正去救那些 已经掉在山埃峭壁 我告诉各位 不是在那边公公公公公自身机的那些汉人 真正去背尸体的 都是八九层都是台湾原住民 我们在座的台湾高沙族 我们自己拍手好了 真的很厉害 那这些会给我们说 你看我们消防队你看那么伟大 那我们自己原住民在部落暗笑 披笑 要求 在 后来来到这个地方 当本来说原住民是我们争取的 在 十多年前在争取这个原住民 正民运动的时候很高兴 说啊 我们真的找到了 从这个 犯人啦 高山主啦 三地三包啦 四地三包啦 五 你三包我四包啦 所以也都会这样 在那边调侃自己 那结果原来这个都是在中国的汉制之下 在那边争取 那我们以为是高沙族也是骑士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受训的时候 我也看到维基尼亚的百科全书 他在那边住民说1609年 就像秘书长所讲的 有日本天皇的太子 那一年来到台湾的地方 以前他们说 啊 啊 啊 哇 哇 啊 有的人说 犯人就是愚笨啊 结果这个太子来到山上的时候 哇 原住民唱歌 跳舞 哇 下下脚 不相信 等一下 我们几个阿密斯可以唱一下 潘差来 哇 真的是潘差来 真的很会跳舞 歌舞 能歌能舞 所以在 无论是台湾也好 到世界也好 或是教会的代表也好 都是原住民代表 哇 大家都高兴 所以 那个日本天皇太子说 嗯 这个本当の台湾人 大沙高兽 真的是高沙 那高沙这个名字是不是歧视 是尊称的 就像西班牙看见这个 FOMOSA 那么漂亮的台湾宝岛 这样的尊称 所以这样的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说 哦 晚来 喵气啊 原来就是来 来到这地方 受训 才知道说 意义何在 而且 真正的认识 那 看到这样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看到 无论在原住民的 高沙族的传统领域 那种的回响 真的是可以看见 意义的 美称 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原住民 对 在高沙这个地方 都看见人的尊严 那也可以认识 来到这个地方 也认识台湾真正的 国际的正常地位 然后看了 民俗长所写的这个新台湾论 也看了两遍多 然后真的看见有很多 写在里面的真实跟事实 跟流亡政权 流亡政府的教育之下 决然不同 所以 当然最后一天 会我们工作人员 或是我们中央人 会鼓励大家买这一本书 我不是在那边来出售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自己 英文秘书长完全的奉献 也帮助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茁壮 这些都是彼此互动的 那因为 由这个集聚里面呢 看见真正台湾人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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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2号 在那边就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在 要拿到 申请身份证 拿到日本的户籍 是在 1945年9月2号之前 一定有日本的名字 因为那时候我们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前辈 早就成为 是 日本天皇的成名 还有这个本土台湾人 还有这个本土台湾人 所以这个本土台湾人在 在我们 所认识 我经历的 本土神学 那这些还有圣经的出埃及的信仰故事 这个给我们 给我个人自己 吸引力蛮强 我们所认知的本土神学 其实非常简单 那本土就是 你真的是看见 当地在地的文化 跟历史的事实 跟他们一起生活 跟他们一起受苦 跟他们一起过着 当地的生活文化 所以基督教来到台湾 为什么那么快容易接受 还特别是长老教会 进到原住民的地方 高沙同胞 那么快的接受 是因为训练当地的年轻人 所以花莲玉山神学院 是蛮大的一个神学院 差不多有将近 200多个学生 大部分都是原住民 在那边受造就 那很多基督教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 都是从花莲玉山神学院那边毕业 然后来到山上 那今天下午 还在一楼的 不是在讨论 我们台湾教育下的这个主意 真正台湾本土意识的语言 也在那边讨论 那两个当中是牧师 我也认识他们 那他们也实际上也在 来如何去拓展 我们自己的语言的文化 那这些就可以知道说 在我另外一个本土神学 实际上就是说 自己认同家乡的 或是本土的生活文化 那这些从他们的信仰 宗教信仰 或者是自己的认知 重新在那边互动 等于承认 然后跟他们一起 而不是拒绝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本土神学 那像这个Republic of China Exile in Taipei 那实际上说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说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这个秘书长也给我们更清楚说 为什么不是在整个台湾 而只有在一个台北 因为流亡不可能全部都是属于它的 一定在某一个角落 所以才会定在台北一个地方 那从圣经里面的摩西 带领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 那我们昨天也唱的这个 出埃及的歌 也蛮感人 因为实际上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 做奴隶四百年 那最后 他们由摩西这个领袖呢 带领埃及人 以色列人去埃及 不要经过奴隶的生活 那今天教会的生活 跟现在我们本土台湾人 也是有对这个 出埃及或者是流亡政府 这样的掌控之下 重新定定我们自己的本土台湾人 事实的真相 真的是要出埃及 真的是要拖出 而且放弃这个流亡政府 他们自己掌控 而且是在压迫欺骗的教育之下 那像我以前在小学的时候 我也不一定辛苦 但是我每个礼拜 从山上家乡走半天 一直到 我是住在苗栗大安西那边 然后到大湖 台湖哈刚营 客家人 所以我还可以听一些的客家话 那在那边也是受 受客家人说 就烦泪烦泪 这个烦人的孩子 我说你再讲我就杀你 哇 吓一跳 因为我这样做也不行 这样做也不行 市周围都是客家人 然后客家同学 当然不是那时候 四十多年前 现在没有这样的状况了 那回顾这样的时候 奇怪 客家人为什么讨厌我们原住民 一直欺负 然后 老师说 这个 中文 讲不通 你没办法讲通 客家人 当然你就要坐在最后面 我气得要命 为什么不要坐在前面 一定要非得要坐在后面 抹潘发 这样 没有办法 我说 还好那时候 我的脾气还 还乖乖的 不然的话就杀他了 但是杀也没有意思啊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 就可以看见说 真的是脱离 受压制的生活是人权最基本的一个人权 人性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见 在流亡政府里面 到底怎么去看今天的世界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段的时间呢 虽然是 怎么去落实扩展 这个也是多多少少帮助我们台湾人的真正的品格 跟生活的水准 也可以帮助日本 美国 甚至于全世界 我相信我们本主台湾人 活在我们真正受到真实的训练之下 我们以公义 公正来建构我们将来的赤字政府 我相信 不但帮助我们本土台湾人 也会帮助日本 美国 甚至于转世界 这样好吗 好 也有五万啊 对不对 每一个人要有这样的方向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纪律的时候 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些的 虽然百科全书讲了那么多 公正公平正义道德美德正直人性 公正正义 那圣经加上完全跟完整性 那这一些 无论在德语的这种形容之下呢 他们还是会从概念开始 因为这个概念是从教育开始 那你认识的概念 就会看见这种它的拓展地跟实践性 因为这个概念 有一个美国的 就是专门研究本土神学的一个土地神学 他讲了六个土地意识形态的存在 第一个土地意识形态是看什么人掌握这个土地 那就是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面 就好像中华民国流亡政权来到这个地方 他本来就是中国人 那中国人他一定用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压制 就是要求来强迫跟他不同的我们本土台湾人 这样的情况之下都是意识形态在那边作祟 那在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是 一个是军王的意识形态 那假如说他是掌握在优越感 然后他是掌握在整个统治统治之下 他任何的要求你非得要遵从他 因为在国王的意识形态里面 来去压制一般人民 当然有的好的国王 有好 蛮有公平仁慈的一些国王也有了 不是说不可能有 但是因为假如他的意识形态是 专门优越压迫的 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我的姐夫是辽宁省 那我姐姐十七八岁就嫁给我这个姐夫 那姐夫是六大概五十多岁 你看现在我姐夫八十四岁 那我姐姐才六十二岁 那么差距的年龄之下呢 我们谈论到台湾独立的问题 或是台湾的真正存在的意识的时候 每次跟我说 六十五岁干什么 你们要推翻政府啊 不能讲台湾独立 那时候我还没说过 我们的民政府的训练 所以我们脑袋 我的脑袋也是 台湾应该是独立 应该是去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说中国的这样的压制 这种观念 但是在那种情况 常常跟姐夫在那边争辩 这些台湾的事实 跟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所以每次一谈 我们会争 我说姐夫啊 你凭良心啊 你的薪水和现在 每半年的这个退休金 是老共给你的吗 是中国人给你的吗 还是台湾人民的血汗付给你的 那时候他才安静 所以我年纪小小 我还是可以辩论 没话讲嘛 不一样的意识形态 不一样的想法 当然就变了 其实我变的巨大的原因是 因为我姐姐在二十岁二十二岁 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常常被姐夫打顿 打得真的头破血流 我们差点几个兄弟 真的要打死我这个姐夫 我说 我们已经好好的给姐姐 姐姐已经送给你了 你还要欺负打呀 还要给她弄伤 真的是没有良心 我那时候 这样想到过去的这种真的 我们自己脾气也不好 但是她这个态度 对付 对待我姐姐 当然我受不了啊 那当然这些都是 她过去这样的经验 和现在的经验 那有时候我们就谈论的说 李普选 还好有民进党 可以制衡这个国民党 那这些都是慢慢逐渐 她们在她的生活的意识形态里面 如何做平衡 这也是她也看见我们几个兄弟的生活 我们几个我们家人的生活 然后我们也请我姐夫到山上去的时候 让她看见山上的美 你看空气那么漂亮 在台中那边污染空气 姐夫啊有时候到山上透透气吧 不要老是在都市 她有时候八十多岁了 这样来到山上 虽然有时候被我骂几顿 但是她还是毕竟都是一家人 那这样去山上的时候 也好高兴 所以这样的空气好 你看土地然后丹西 那么漂亮的西河 那这样看见说 欸 台湾人也是不错啊 这样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见 我们不是用常常恨来对待 那虽然有时候不同的理论在那边争辩 但是可以看见 还是需要这些的调和 那今天 无论是在百科前书里面所讲的 这些我们不去念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实际上在 在自己特别是正义的应爆正义 着重对恶行的适当回应里面 那这个事实际上是因为正义受挑战 然后生活圈压制之下 那到底这个恶霸到什么程度 那就要看看这个执政者 那他对法源 还有他的公正性 到底有多少的落实 若不然 这个正义是最大的怀疑 所以常常会用一些的报应 对不正当的损害 常常会在人民的身上 那在古代希腊人呢 把公平正义 想为一种美德 那一种仁格特质 并指延伸于人们的行为 和人们所设立的机构 其他人则强调行为或机构 延伸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公平正义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会带给 无论是不同的哲学家 或是不同的政治家 或是不同的神学家 或是不同的科学家 自然法 这一些都会看见 它的价值在里面 所以你认识公益的程度到哪里 你落实的公益正当性在哪里 你的程度也会表现出 你对公益的程度 会表现出你自己的意识形态 但是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成为伦理的价值 这也是一个希腊人 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自己真正的美德 那在公平正义跟其他伦理价值区别 在于被视为必要和压倒性的重要 那公平正义可能被认为善意 博爱仁慈慷慨同情 这些都是看当时的情况跟你对这几句 这几个字的认知多少 或者是在无论是机构也好 或是在个人的生活的伦理价值也好 这都会影响你个人行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实际上公平正义给我们更大的基础是 真的是看见一个人的信念跟公平正义 是不是落实在生活里面 特别在社会里面 柏拉图是一个理想的哲学家 他说了一句话说 这个角色呢 正义成为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 是一个人或城市内的敌对部分 处于适当和谐和协调的状态 无论是理智也好 心灵也好 欲望也好 这个正义是个人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也是在诉说解释公义的含义 那正义的意义 那我们看看 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交易下 他的公义所在 我们看看给我们台湾的历史 已经创改了不少的历史 这个是蛮悲惨的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看见 到底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有什么不同 然后到底我们过去的历史 受到这种流亡政权的交易之下 和来到这个地方 三天两夜 接受台湾民政府和几个讲师 这样的熏陶之下 你可以抓到多少 你可以认知多少 实际上秘书长常常讲说 三天两夜 只不过是一个引论 那实际上我们要回去 多看网路 多看 可能秘书长不是昨天说 假如说你不会打电脑的话 要准备一百块 让警察来给你打开这个网路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慢慢 有的人七八十岁 还是会打 哇 很好啊 很高兴 好高兴喔 就因为没有接触过电脑 就像我们高砂组 剛剛开始的时候 叮叮叮叮叮 但是因為現代的科學發達 一些的儀器呢 會慢慢認識 其實我們在座的 也可以多學習電腦的意義 當然我自己也在 還是在繼續摸 因為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也看見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那今天有 不論是中華民國的民進黨也好 任何的黨派也好 他們就把當作中華民國 就是他們自己的國家 就是自己的政府 所以有的人說 我們常常聽到說 在國內好像都說 我是台灣人 我是選出來的台灣立法委員 那有時候到國外 只有在我們所謂的台灣人 住在國外的在那邊聊天 在那邊家庭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本土台灣人 好高興都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真的要實際要做 本土台灣人 那到底本土台灣人 是什麼的時候 就不知道了 不會像猶太人 猶太人他們以色列 受到阿拉伯世界國家 侵略有幾個國家侵略以色列人的時候 一聽到 猶太人 無論是哲學家 教育學家也好 宗教學家也好 看到自己國家的 遭難的時候 很多人就搬回以色列 這個很特殊 所以猶太人 為什麼能夠建構到 那麼強壯的小小的國家 也是因為 在國外的真正的以色列人 當他們看見自己國家 遭難的時候 一定回去幫助 那台灣人呢 不一定喔 那台灣人說 啊 讓他們自己去也好 啊 沒差啊 但是我也很敢配 有一些 我們真正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在國外 住那麼久了 為了要接受 台灣民政府的訓練 無論從紐西蘭 德國 或是各國家的台灣人 也來到這個地方受訓練 真的是很敢配啊 非常感動 那也是讓他們 我們也自己 讓自己也感動到說 喔 有那麼多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學習真正台灣的事實 真相 那來到台灣民政府受訓練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受訓練 也是給我們更大的激勵 那中華民國憲法 很清楚 沒有看見台灣澎湖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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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華民國憲法 包括所有現在的中國 我們平常下面那個兩個字不能不能說 只有中國而已 那這個中國實際上也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那中華民國跟台灣是不等於的 那今天1945年10月25 那中國人流亡政府 這是什麼 10月25建立什麼 他們所謂的光復節 那實際上光復節 這個字是從我們受到今天的訓練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訓練 這個1945年10月25日 是占領的開始 是軍事政府占領台灣的第一天 所以開始從這個地方 真的是不等於他們所謂的光復節 那今天 這個都是 我不是很喜歡看這個兩岸的中國人 因為 有這樣看見 我們來試試看 開羅宣言 實際上開羅宣言是 在 丘吉爾 羅斯福 還有基辛吉 不是基辛吉 那個 蔣介石 這個三個 三個國家 還有 兩個國家 還有流亡政府的這個領袖蔣介石 他們只不過談論這個 是記錄而已 不是真正簽訂合約 也不是國際條約 但是流亡政府 馬英九 還有他們幾個中國人 還有台灣 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也是一樣重視這個開羅宣言 不過越來越多的本土台灣人 還有一些台灣人 那他們也已經認知說 原來開羅宣言 不是國際簽署的 一種和平條約 是他們自己三個人在那邊做紀錄 那做一些的 那假若將來真的是世界大戰完畢以後呢 只要很平順 那台灣就可以歸給你們中國人來管 不過美國人跟他們是一個彈數 但是不能侵略其他的國家 那想不到沒有多久 那中國人就侵略南北韓 所以南北韓 北韓就是中國人在支持的 那南韓就是 美國有16個國家來支持 韓國成為南韓 那這些都是被 對舊經商和平條約 來突破 開羅宣言的謊言 那舊經商和平條約 講得很清楚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那在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那WTO在衛生 世界衛生署協會的這種的 他們把台灣澎湖呢 這個澎寫錯了 把它當作關稅領域區 關稅領域區 在我們這邊受訓練的解釋是 是因為你是被佔領的 所以才稱為關稅領域區 也不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那不然的話就用台灣國就好了 因為不是國家 也不是正常的政府 所以就用這個關稅領域區 無論是布希也好 或是美國國務院也好 或幾個他們曾經做過的美國總統 都把確定台灣與流亡政府的 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來解釋 那李登輝他那時候 他也知道 其實李登輝那個時候 是已經不是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才會說這樣的話 這都是馬後炮啊 他已經領那麼多了 然後繼續領 最後表示說 我也是台灣的民主之父 常常都說台灣民之父 我說我差一點要講三字經了 我不好意思講三字經 這些都是自己講了這些話 為什麼當初在執政的時候不講 對不對 就是因為不公不義嘛 他活在不是公正之下 他也知道不是公正之下 他也要繼續領這些台灣的血汗錢 所以當初他在執政當總統的時候 他怎麼敢講 要把流亡政府趕出去 不可以說啊 就好像陳水扁說 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 對不對 那本來說 陳水扁第二任 連任的時候 他不是進院 說我要改國號 把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共和國 這樣好不好 台灣人路上 好啊 在那路上 好啊 到這裡 騙自己 這個真的當選以後 他有沒有講 阿扁啊 他2000年 當選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我跟他握手 我們在馬街 台北的總院馬街醫院 我把聖經聖詩送給他 我跟他握手 看你還是有機會看聖經 那時候當然是因為不同的單位 那我用基督教的方式 給他這樣的禮物 那實際上要讓他說 你行的公益 要按著聖經所講的公益來行 但是講歸講啊 畢竟他的處境不同 所以他不是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的第幾屆總統 在就任的時候 在宣誓的時候 這個宣誓都 秘書長不是談論說 宣誓是有關於效忠的問題 不是嗎 那宣誓呢 到最後 我要保護中華民國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你看中華民國憲法 包括中國 蒙古 哇 那麼大的這個中國本土 還要包含到我們現在的台灣 這些好像認為說自己 我要保護中華民國 有沒有想說 我要保護台灣人民 有沒有 沒有 騙自己騙台灣人 我要保護中華民國 然後叫違背誓約 一百零四條 他們的憲法 一百零四條 等著他 死刑一條 所以 陳周扁說 不能做 就是做不如 沒辦法做啊 做不到啊 當然做不到 不然的話就 喜悄悄了 我們看看 不論是 蔡英文也好 陳隨扁 這些曾經說過的話 那這些都是 我受過今天的訓練 才知道說 重點都在欺騙我們本土台灣人 只有這一點而已 不公不義都在他們的生活間 來壓制我們今天的本土台灣人 這些都是 但是我們真的是 如何是 怎麼做 這也是看看 今天的你我 我們訓練到 這種法理自治 這樣的法源呢 我們可以 到底可以了解多少 期待這一 剩下的一兩天 能夠大家都做一些的行事 和彼此鼓勵 李登輝那時候 做動審 為什麼不能費審 這個費審就是 因為在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實際上這個本來就是 原來在戰爭法 你佔領一個地方 你到某一個程度呢 這個行政長官公署 本來就是要成為 人民政府 就是現在的我們台灣民政府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做 他反而就把他提升 成為進來的時候 就馬上把他改為行政院 省政府了 就改為省政府 那這個警備司令部呢 原來是軍隊 戰爭法當中的一條 你是佔領者 你就要幫助當地的人 你是軍事政府 但是你就不能用強迫逼迫 但是他不但沒有按照戰爭法 他反而就改變了 成為警備總司令部 那今天雖然說人二已經廢棄了 但是他們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還是存在這些都是 為什麼有228事件呢 為什麼有恐怖 白色恐怖呢 這些都是這樣的單位來去 那我們看看那個台灣 本來就沒有一個真正的台灣總統 也沒有選我們自己台灣總統 那這個剛剛講過了 光復節的問題 然後那現在有時候 今天流亡政府和台灣 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都在鼓吹選舉的 是一個蠻自由的 這個是已經進入到民主國家了 已經成為說真的自由了 真的自由嗎 一碰到選舉 我們在座的高砂族很可悲 所以有的人開玩笑說 我們最好天天選舉 因為天天選舉有錢 天天選舉有殺豬 殺豬到什麼程度啊 只要我們幾個說 原住民高砂族的高砂同胞的房子 在山上和都市不一樣啊 在山上呢 有前門後門 只要選舉到了 後門一定要開喔 然後 後門不但開 而且大家都高高興興 酒越來越多 喝醉的不得了啊 所以難怪平地人 看見高砂同胞說 你們喜歡喝酒 你們是人酒的同胞 我說搞家來 怎麼是喝酒的同胞啊 不要這樣嘛 不要欺負台灣高砂族 他們自己喜歡喝酒 不是說台灣高砂族 是很會喝酒的 其實我們原住民跑到都市 也是一樣的 背對喉嚨人 在那裡喝酒 也是喝的 也是有啊 我們去日本 韓國 也是一樣的 有啊 喝酒 也是喝酒 在那邊去報二 什麼小三小四都有啊 這些都是到處都有 不公不義的 都活在這個領舊的社會文化裡面 那自由選舉 實際上都在欺騙我們 欺騙我們自己 那自由選舉說 啊 你看 我們達到了多少的幾趴 就可以成為我們自己的國家 那有的選舉到 把自己的人間 自己的家人啊 自己的親朋好友啊 然後自己的部落啊 自己的什麼 中親會啊 都被破壞了 對不對 有這樣嗎 不知道背對人有嗎 也是一樣的 這些都一樣 所以都是活在這個 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以為是 自由選舉 實際上 這些都是在騙我們 那現在 我們要怎麼去爭取 怎麼去了解歷史的真相 也需要我們大家的爭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屬於太平洋戰區 那中國人呢就把它當作說 啊 這個是我們的中國戰區 那實際上在舊金商和平條約 這個 流亡政府這個 蔣介石這個集團呢 只不過是受 美國主要佔領全國的委託而已 這個受委託 就像 我在2000年 擔任長老教會的重要幹部的時候 然後2002年 2003年 我們碰到一個張基事件 你們有沒有聽過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問題 那我去處理 那處理到什麼程度 我們平常是有10 每一個醫院有董事會 那這個董事會有15名 那15名當中有6名 不聽我們總會的一些的法源 不聽我們自己 我們那時候是我們稱為教會法規 家有家法 國有國法 我們教會也有教會的法規 所以我們就按著教會法規 去處理這些6個6名董事 不聽從長老教會總會的這幾個董事 我也代表長老教會到台中高等 高等法院的台中分院受質詢 法官問我 這是我親自體驗到的 那請問 這個董事是你們委託他們 還是他們自己的所有權 彰化基督教醫院 是不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我當然回答這個 所有的我們長老教會的營業機構 你看馬接醫院 從台東分院也好 馬接淡水分院也好 台北總院也好 新竹馬接分院也好 那這些是馬接醫院 然後彰化基督教醫院 那邊是中部的彰化那邊 將近十間的另外小分院 然後南部的新樓醫院 這個都是長老教會的營業機構 那我也處理了這些的問題 那最棘手的問題是在台北 我不敢觸摸 不敢去接觸 因為太大了 那我就到專對這個彰化 那彰化基督教醫院 有六個董事不聽我們總會 好 你們既然不聽 也控訴我們總會到法院 那所以我就代表長老教會去受質詢 那真正的駐華民國的董事是 你這個董事是有自己的財產權 你才會被選為董事對不對 一般的董事會 一般的董事 你自己有財產 你自己有那個管理 可以選自己的人做董事 但是長老教會不是 長老教會是受委託 是受到長老教會中會的委託 委託是人做董事 但是這個董事 應該是尊責 長老教會中會的法規 法律法律法源 不能做自己的財產 但是完全相反 他們想要有這個六個董事呢 想要有一些的土地呢 他們要去歸功自己 我們發現了 才會在法院處理掉 那最後法院判決 當然就判我們贏啊 因為這幾個董事是受委託的董事 他沒有財產 今天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是受委託 受美國的委託 來暫時管理台灣 那竟然把台灣 經過了這個六十多年 暫為己有 不通了 這真的是不通啊 所以這些都是 來到台灣民政府 受訓練 我們才知道 晚來原來是這樣 所以受委託的人 怎麼會變成一個老闆呢 就像我常常跟高砂同胞說 流亡政權就像 今天好 我今天討難到你的家裡 到你的家裡說 我需要飯口吃 或者是為了家人 或者是我欠債累累 我需要你的幫忙 因為你土地那麼多 我給我佔待一下 我來代理管理 讓我能夠有飯吃 幫助我的家人 這個老闆說 好啊來啊 經過三十年五十年以後 就變成我老闆了 我變成老闆 本來是討難的人 就變成老闆 然後 那最後的所有權狀 是我這個討難的人呢 還是真正的老闆 有所有權狀 對 對 對 好 我們拍拍手一下 是真正的老闆 真正的所有權狀 才有所有權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他跑到這個地方 他跑到這個地方 變成台灣是 好像是他自己 不公不義的啦 這個是不公不義的啦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重新來調整 這樣的觀念 那今天我們也需要 做一些來認識 像昨天 昨天我們的秘書長 講的 Chinese Taipei 或是我們的副議長 也已經解釋了 這個Chinese Taipei 就是流亡政府 在台北 那無論是 Korea Korea 上海 就是 韓國人 逃難逃亡 在上海 類似這樣 都是 我們本來沒有聽過嘛 對不對 本來 你沒聽過嗎 以前沒聽過嗎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以前喔 但是 昨天今天 我們接受這樣的訓練 有沒有改觀 這個觀念 有改觀嗎 有沒有 有喔 這樣很好 哇 大聲一下 不然我們會打瞌睡了 好 同樣的 那我們今天要 把這個事實的真相 留給我們下一代 這是不是大家的責任 我們來做一切的互動 還有 美國 華盛頓 我們台灣民政府呢 在那個地方做很好的互動 因為在2006年10月24號 我們秘書長等2228個人控告美國的時候 然後差不多 到了2009年 三年的時間 除了12次的工房 在法院控訴 你來來往往 有兩次被美國國務院來去撥回說 啊這個都是政治案件 這個是政治案件 那實際上法院就不回 不是 不是 不是政治案件 是事實的 所以繼續在 你們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 所以最高法院的時候 就我們得到了 秘書長所講的 最起碼 最高法院判五個理由 大家重複一下 那今天我們這個事再重新重複一下 好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不是 國家無國籍 這個沒有國籍 第二個 本土台灣人 現在政府 現在的政府是國際沒有承認的流亡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還是活在政治戀獄中 第四 美國法院呢 告訴國務院特別的強調 你們要刪除幫助原告者 就是這個228個人 台灣民政府所控訴的 整個內容 事實存在 你們要一步一步的去處理 也幫助他們走正常化 哇 這樣的判決 是戰爭法 不可或缺的一個判決 那最後 台灣還是屬於美國的主要 佔領全國 佔領全國 這樣不錯 五個一百分 不是一家一等於二喔 好 我們大家拍手 自己鼓勵自己 好多謝 我們看到 為什麼現在 流亡政府 從秘書長 還有副議長 幾個都講了 我用我個人的例子 上上兩個 兩個禮拜天早上 我開車高速公路 其實我自己跟另外一個通心 開槓開槓告 我都不知道油已經加加加加加加加到超速了 超速到一百二十三 這樣轉彎 哎呀 哇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警察來了 我就在思考說 到底用駕照給他看呢 行照給他看呢 還是我們用 我用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給他看呢 你看 很快 這個幾秒鐘在那邊想的時候 已經到了這個流亡政府的警察的面前 因為被他懶了 不能再超速啊 然後就停下來 我就 好奇怪 我跑去那裡 我放在這邊 在裡面 我把我台灣政府 我們的民政府 台灣政府身份證 回垮 他說 你的駕照呢 你的行照呢 我沒有回答 就是這個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回垮 他看的時候 嗯 他就看 然後就跑到後面 看我這個牌照號碼 哦 怎麼沒說 然後我用包裝 我在後視鏡再看一下 哦 他又打電話了 不知道跟誰打電話 後來就來了 醒醒啊 你還是超速 超速 超速二十三 我說 我沒有說 因為我自己超速啊 然後他就記錄 他沒有跟我講說 你的駕照呢 你的信照 沒有講了 他只是把它登記 我說沒有話講 我違規就還是乖乖的 違規 我就說 那你的名字有沒有記錄在裡面 有啊 在這裡 看到沒有 好 這樣慢慢走 就走路 這樣好嗎 哇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有款 所以真的是 我真的試試看 到底有多少的能力 哇 哇 不得了啊 當然我們不能做違法了 那我超速 我還是乖乖要去教了 好 呃 不只是 最近這一年 一年 可能你們也聽過 中興大學的西萊雅族 35戶 他們本來要強迫拆除 原住民高砂族同胞的35戶 因為 台南的 呃 商化那個地方 中興大學要擴增他們的土地 那他們 就向公文 向法院 控訴 說 欸 一定要強迫拆除 那剛好當中有萬長老 然後來到我們這邊受訓 受訓以後呢 我們的法務部 還有我們的秘書長 親自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然後把 中 呃 這個美國國企 還有 美國佔領旗 還有 台灣民政府的三個企職 插在 高砂同胞的房子 早上的公文是強迫拆除 那下午的公文說 不必拆了 搞搞這尊 這些都有例子 那 為什麼沒有辦法動一根寒毛 沒話講啊 美國在後面啊 所以這些 我們是 真的是 我們本土台灣人很有福氣 有這樣的 給我們更大的保障 那當然是因為看見 我們民政府是站在法理 國際法 戰爭法的 全力呢 來看看 來 來定準 我們今天 台灣的事實 真相 那今天 過去 對 杜洛斯 美國 杜洛斯 國務卿呢 他也很清楚 實際上 他講了說 日本在舊金商合約中 只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並沒有放棄主權 這樣的 實際上 昨天秘書長也講說 是給我們自製的一個期待 那當然這個是將來 也是我們 也是最大的盼望 那今天 這個 這個請願的對象 AIT 實際上我們把它改為美國 美軍政府 或是美國 因為AIT 美國在台協會 這個 層級太低 最後 最高 還是我們在美國 而不是 流亡政權 那我們 經過了 那麼多的抗議 你看 無論是農民也好 抗長也好 都在這邊抗議 來喔 一直抗議 走 走街頭 哇 我們看著 沒菜啊 浪費時間 又浪費金錢 浪費人力 那到最後 有好嗎 有好嗎 沒有啊 都沒有效 一直到現在 哇 很悲哀喔 好 那今天我們 有這樣的一個 權益 給我 也是上天給我們 一個禮物 那 我們基督教所講的 上帝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在美國 在全世界 有三個地方 有99年加99年 有軍事基地 一個是古巴 觀大那 莫灣基地 還有日本的琉球 普天堅基地 還有台灣的內湖基地 這些都在 我們這個內湖呢 將近明年就可以完工了 那 明年 有 差不多八千個美軍進來 那真的是已經預備 來 看看我們今天 本土台灣人的反應 實際上 都已經 在掌控 陸海空軍 所以這些都是 給我們更大的保障 好 因為時間關係 這些都是 我們在 《新台灣論》這本書 還有我們這幾天會講的 更多 好 最重要的是 我們 《戰爭法》的鐵則 《戰爭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這個兩條路 這個兩個真正的條例 這個法律呢 我們一定要記得很清楚 我們跟人說明 台灣民政府的存在的 立足點 就在這個 這個兩項 《戰爭不得移轉》 當地的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那但是 《流亡政府》呢 把它全部都改觀了 這些是因為 剛剛所講的 欺騙台灣人 是唯一的手段 所以我 用基督教的立場來看 這個才是真正 不公不義的立場 來欺騙我們台灣人民 奔透台灣人 我們高沙原住民同胞 也是一樣 也是以為說 啊這個 你看我們土地那麼好 結果 把最好的 都被流亡政府占去了 台塘啦 或是 台灣水泥 那麼乖 本來 本來 本來是中國石油啊 那為什麼 這個台灣水泥 台泥 為什麼不要講說 中華民國水泥 我一直搞不通 跟 大概有 是不是他們也怕 台泥 這樣喔 有嗎 這樣喔 好 這些呢 無論在司法 其實我們今天 是因為台灣民政府 今天的存在 才是有這樣的戰果 其實給我最大的感動 來到這個地方受訓練呢 我們所看的林秘書長和蔡總理 還有何瑞元何顧問 這個三個人物是 真的是帶動我們台灣民政府 其實除了這三個呢 其他的中央內閣 我們的內閣官員 或是內閣自己的我們的老前輩 他們真的犧牲蠻大 那今天有時候會 會告訴我們說 台灣民政府 存在的意義 實際上 幫助本土台灣人 回到正常的地位 那這個正常的 回到正常的地位 實際上是要讓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真的是行在公益下 因為只有法源 跟公益是平等的 有法源 而且這個法源是正常的 而且是事實的 而且是真實的 而且是正義的 而且是非常恰當的 那這樣的公正呢 這樣的公益 這樣的法源 都是把我們過去 100年也好 67年過去的這樣的歷史也好 同樣帶到 把我們帶到今天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需要性 今天我們本土台灣人 那怎麼把公益 爭取到我們的生活圈 這我們去思考 在幾個 特別是我們本土台灣人呢 要怎麼遠離中國的威迫之下呢 只有終止中華民國的政權 你看雖然說 我們跟美國 台美斷交三十年 這個都是 都在誤認 都在欺騙我們本土台灣人 那在實際上目的都在欺騙打壓台灣 也都唯有我們台灣民政府 本土台灣人 有這樣的責任去揭發他們真正的假面具 無論是馬關條約也好 或者是開羅公報也好 或者是舊經商合約也好 或者是整個我們對日本天皇的關係也好 這整個都在訴說我們事實的歷史的真相 所以但願我們幾個這樣的詞句 也能夠多認識 這些都是等於再重複了 這些詞句是我從新台灣論 還有秘書長的一些的文章摘錄下來 那我今天只不過是把它重塑下來 那重塑也是讓我重新學習 那也讓大家說 看看過去流亡政權的教育跟壓迫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感覺不來 感覺不出說是不是壓迫呢 還是欺騙呢 那唯一你是不是走在公益之下 你是不是在正義的法源之下 來做一個比較 你能夠比較就是因為我們今天來到 民政福將的受訓三天兩夜 那不只是這個三天兩夜 回去我們在官網當中 多去看每天每天 至少一個禮拜有兩則新的新聞 或者是秘書長所講的論述 或是再重複我們更重要的一些的文章裡面 可以更加深刻的印象 那這些都是本來過去讀書三年 國中高中三年 有的人進入大學 那那麼多年在受這樣的 那麼多年的教育之下呢 真的是比不過我們今天三天兩夜的訓練 有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 但是我不能否認你過去幾十年的辛勞跟怕拼 一定有一定有 那但是我們這樣的怕拼跟有這樣的 這個都是造就我們每個人人民 活在公益的生活裡面 然後再加上台灣民政府 法源的自治論述裡面呢 更加強更確實我們今天台灣的事實的真相 所以我們有這樣講了那麼多的一些的論述當中呢 這些都是在重複 我把它摘錄下來 然後有一個我們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注意的是 在台灣人的 我們本土台灣人 然後在自己的花時間去看以外呢 我們還是有空 還是來到這個地方做一些的接觸 因為在山上或是在自己的家人 那是有那個願望還是有機會 還是過來再來這邊大家記憶 大家一起在彼此的分享 那回去的碰到的問題 然後回到這個地方 然後再討論一下 有什麼困難嗎 或是有什麼那些 為什麼很多人不相信 我們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切磋切磋 或是在你的家鄉 或是在你的社區裡面 你們三五個 每一個禮拜聚一聚 喝茶也好 聊天也好 重新再看看我們所聽過的 或是在官網裡面的一些的論述 這樣會增加 而且給我們更大的信心 在聖經裡面講說 米家書六章八節 只要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 其實兩件事情而已 這個公義是上帝的本質 這個恰當確定性 而且公正是 原來上帝 看不見的這個上帝 原來自己的人格跟本質 那我們能不能學到 他這樣的本質 我們也是在大家 同心同工 大家一起互動 這樣彼此學習 我相信我們的行公義呢 不只是今天行公義 將來執政以後 以公義這樣的方向跟角度 落實在我們整個台灣 來幫助台灣社會 自治政府 來幫助日本 幫助美國 甚至轉世界 這樣好嗎 好 好 好 謝謝